白沙相立图书馆为使青少年学生能多多了解图书馆的设施设备 各项资源及提升多家利用意愿 并以推广多元性之阅读学习活动方式 来吸引青少年尽管参与阅读相关活动 因此规划办理青少年阅读学习访活动 特地邀请两位国中小老师进行书刊导读 设计主题研讨及实作深入分析及探讨等方式 让阅读成为活跃有趣的运作方式学习 而且要不要制造出龙卷的效果 北国女巫 北国女巫只有两个牌子 那你当北国女巫 再来到草人 大家都有了吗 哎 爸爸还没有对不对 好 那到草人 那你我吧 第二轮呢 狮子 然后 世卫 孩子少的我们就多认一点来 世卫 谁要当世卫 世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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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台词很早 来 你当世卫 好 好 好 奥兹大人 奥兹大人 好 来一个 来 这里 奥兹大人 世卫 好 还有什么 再来 我来看一下 第五幕 这次青少年阅读学习 星期房的主题为 绿野仙宠里的阅读 老师规划以科学结合文字的方式 作为课程内容的呈现 首先以 水龙卷体验操作 带起学员从游戏中破冰 开启 绿野仙宠阅读开场 接着再以游戏方式 做自我介绍 并让学员自行分组 全体学员分配角色扮演身份 诠释 绿野仙宠阅读 以演戏方式来替代阅读 各个学员认真念自己的剧本 既有趣又搞笑的演出 让学员们融入另类阅读学习之乐趣 除了老师的指导与解说外 并让学员们自由发挥来段即兴演出 整个上午的多元阅读学习相当另类 因此学员们在欢乐欢笑气氛中度过 也体验出老师们的用心设计课程 也领悟出图书馆是多元学习的场所 也表态愿意再次参加图书馆所举办的活动 记者 王海龙报道